一星期一本书 一星总有人在度你 有人爱护你 把你放第一 有人伤你 气你 让你说委屈 不管别人怎么对你 都是在度你 起心动念 皆是因当下所受 皆是果 度是相遇 也是经历 是陪伴 也是错过 是温暖 也是坚强 悲欢离合也好 爱恨情仇也罢 无论你遇见谁 都是你生命中 该出现的人 都有原因 都有使命 绝非偶然 这个人一定会 教会你一些什么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老和尚 在寺庙里打盹 似乎睡着了 又似乎没有睡着 一个乡客走进来 本想和老和尚攀谈 但他却一眼看到了 寺庙里 价值不菲的古筒花瓶 他顿时见前眼开 捏手捏脚走过去 抱着花瓶就要离开 就在乡客准备出门的时候 老和尚突然开口 施主 花瓶可以带走 但路上台阶众多 记得注意脚下 小心摔倒 乡客大惊 手足无措间 恢复理智 把花瓶放回了原位 羞耻地离开 几年后 这位乡客做生意发了大财 特地置办厚礼 回当年那个寺庙 感谢老和尚 老和尚说 我又没有做什么 何必感恩 乡客说 要是当初我抱走了花瓶 我就成了盗贼 一辈子都有了污点 更会因此走上歪路 是你及时提醒了我 把我心中的邪念 驱逐出去了 老和尚说 我只是怕你在路上走得急 会摔倒 并没有帮你 乡客听后大受感动 不仅帮老和尚修盛了寺庙 还乐捐了许多粮食 给周边乡亲 成为当地人人夸赞 尊敬的大善人 道德经有言 生而为人 你且修身 你且度人 你且如水 居恶冤而为善 无有也 做人的最高境界 就是度人又度己 一个人只有被温柔地对待过 才知道怎样温柔地对待别人 这世界没有平白无辜的相遇 没有毫无缘分的珍惜 你要感谢 生命中那些对你好的人 帮助你的人 感谢那些低谷时拉你一把 迷茫时指点迷津的人 正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 一点一滴的温暖 正是这些温暖 使你远离阴霾 度你成为一个 善良正能量的人 电影京都小柱 讲述生活在东京的女主角 江东嘉奈 辞职后遭遇低谷 去到舅公所在的京都 小柱几日的疗愈之旅 有一天 舅公让佳奈去修缮 一个破旧的古老小米 店主把不修器皿的 金扇工艺告诉了佳奈 金扇用金子 把原本破损的器物 重新修复艺术品的 一种传统修缮方式 面对残缺时 不掩盖 不做作 坦然接受 精心修缮 是一种金扇尽美 原本残缺的部分 非但不会折损 器物本身的魅力 金扇修补的裂缝 反而更有不少艺术家成 听到此番解释后的佳奈 一下子释然了 她从丢掉工作的挫败中 解脱出来 决定更加积极 面对未知的生活 从无瑕的器物 到一地破碎 在于废墟中涅槃重生 这是一个器物的一生 又何妨 不是每个普通人的一生 人总是贪恋美好的样子 我们憎恨那些缺憾 例如落榜的考试 分手的爱人 但联系的友人 蹉跎时光的自己 更有甚者沉溺伤害 从此一蹶不振 殊不知 完美只能是一种理想 而不可能是一种存在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无瑕的生命 更无风平浪静的人生 正如泰戈尔所说 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练 才能拥有创造天堂的力量 生命中 有些磨练和不愉快 其实是来度你的 他们教会你直面不如意 接受不完美 他们鞭挞你 挨住恶意一笑而过 抚平伤痛重新出发 碎片可以用金粉修补的 熠熠生辉 尘埃里也可以开出漂亮的蔷薇花 不论是恩赐还是劫难 阴霾散去 把残缺变得惊艳 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善待 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 让你痛苦的人是来度你的 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 让你讨厌的人是助你成长的 你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 是另一个你自己 度人先度己 度己先度心 天若不度 人须自度 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年轻人 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 跋山涉水 去找无稽大师 见到大师的那一刻 他委屈大哭 大师 我太痛苦了 我的脚磨破了 手受伤了 这一路上 让我太疲惫不堪了 我一点都不快乐 无稽大师 指着他的背包问 那是什么 年轻人回答道 这是我一路的痛苦 哭泣和烦恼 无稽大师 带着年轻人坐船渡河 上岸后 让他扛起船赶路 年轻人惊讶道 他太沉了 我扛着他做什么 大师笑着说 对啊 我们需要用船渡河 但过了河 就需要放下他去赶路 否则 只会越走越痛苦 人生中的孤独 灾难 眼泪 都会让生命越发精彩 但迟迟不放 就是包袱 生命里教会我们的 不是岁月 而是经历 百味尝变 自然看淡 看淡事态 看淡事实 智者收获经验 修炼自己 愚者苦苦纠缠 消耗自己 学会看淡放下 学会消解苦难 方得度人 度己 度心 人生海海 一路前行 复杂多变 终点为之 无论好坏 你遇到的人和事 都是来度你的 好风相助 亦或风暴来袭 都是暂时的 没有人度你一生 最终掌舵的人 只能是自己 只有你自己 守住自己 握好船桨 船才会有靠岸的那天 点凉再看 愿你有风 有帆 有大海 靠岸 有诗 有梦 由远方相伴 好啦 今天就是这样 晚安 好吗 我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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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能